以及我们的回应 我们赞同电信管理会的建议 无限数据的收费形式 是不应该有任何形式的网络资源管理措施 如果你有了这件事的时候 你不是真正是无限任用 你是可以赖猫 你可以说一件事做另一件事 以前也有例子 原来是任用的 原来是4G 但是4G不关你网络的安全问题 是你自己不服气 所以不要混淆了这件事 我们认为网络资源管理和江平使用政策 是必须的 以确保稳定网络和质素 我刚才说过 公平分配的资源给我们的客人 所以我们 after这件事出来了 我们也觉得有帮助 但是仍然有很多地方 稍微含糊 以及有些矛盾 所以我们会密切注意业界 以及规管的环境 以及实际情况 会作出认辩的反应 说一说这里 这个是我们以前没有说过出来的 是我们客户的平均数据用量 蓝色的就是2.5G 2.5G和3G 有数据用量的客户 它的用量是多少呢 就是蓝色的 红色的那些 就是最近智能手机 最近的iPhone和Android 而有数据用量的客户 这个是平均每个月的用量 这个是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看到 所有2.5G和3G 是吧 就是 2011月 每个月只有89MB 每个月 一旷旷去1月2011 就545MB 再旷旷去12月2011 是1.3G 这是平均 我有2.5G和3G的客户 有用数据服务的人 有平均使用 如果你说拿着iPhone和Android 那些更加劲 由357MB 去到870MB 接着现在 12月是1.5G 这个也反映到 我们的台的容量足够 人们用的时候可以用到 不像有些其他台 我们有些服务 鼓励客 看影片 短片 所以用量是高的 我没有实质 没有很实的资料 但照我所知 这个平均用量来说 在所有网络 在香港最高 另外智能手机用户 2年内我们升了7倍 而深购率 在月费计划的客户内 是达到3分之2 在我们的网络上 很多人在用 Smart Phone 也是越来越多人用Smart Phone 而每个人的使用量 是越来越提高 以及增加 这两年增加得很快 OK 就看回这里 但Having Z 平均来说 最高iPhone和Android的用户 都是1.5G 所以有些人说 需要9G 5G 我认为是废话 在我们最高的台 最高的客户 平均来说 iPhone和Android 最高的智能手机 平均来说 是1.5G 其他台 我认为是几百Mac 智能手机和用户 用量不断上升 所以有成本增加的压力 2012年2月13日起 无限数据计划 被用者自负的模式代替 但是现有的合约客户 及到2月13日前 签约的客户 就可以继续享用 旧式的合约条款 我想你们不用写这么多东西 应该有东西派 不用那么紧张 看见了 用者自负收费的模式 用者自负的原则 我们认为 按用量来收费 是对所有客户最公平的 而普通用量客户 也不需要再补贴 少部分 特别高用量的客户 你不用计算他 他用多些 他用者自负 我用量收费 对台来说 也减低了加价的压力 我们在这些计算下 是继续实行了 我刚才解释给大家听 我们公司的公平使用政策 我认为这是最公平 最公正 对客户最好的体验 这是最公平的策略 全新数据收费原则 月费是不变的 你给开一个 iPhone的年纪 零基格计划 398 这个价格没有变 但数据用量由无限量 改为每月2GB 即是最高的计算 刚才提及到398GB 而这个 85%用户 是用低于2GB 所以15%人会受到影响 85%人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其后 当你用完 你未用完 你那2GB 或者你用什么 你买哪个计算 有多少个用量 你未用完之前 会已经由SMS通知你 你快要用完 你双方加码 你要按键 回复 我才会再加码 这就是先通知后购买的颜色 这已经是执行了 iPhone4 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东西 让客户完全控制到用量 以及 杜绝了超五寸的收费 的洗费 事关于你未用完 我已经告诉你 你加码 加码 按键 OK 那就给你多一点 你知道多花多少钱 你就继续用 是吧 那就不会说有Build Short 这种东西 另外 如果高用量的客户 可以再购买更超值的 所谓Bolt On 的附加数据组合 这是便宜一点 但你一买就买一个block 比较大的block 所以是任君选择 所有人都可以有先通知后购买的颜色 当你某些时候用多了 那便给多一点钱 买多一点 但如果你知道你长期不够 其实2G 2G不够 你有一个很优惠的价格 买到3G 5G 当然我再说过 我现有的合约客户 和2月13日前签约的客户 是继续享用 旧有的合约条款 就不会受影响了 OK 那手机补贴计划 大家都会 familiar 这些plan 138 248 398plan 那现在的 本地数据容量 包括了的 150M 400M 或者是2G 其后的数据收费 就是40元 买200Mb 这个价格很相遇 就是先通知后购买的 收费不适合 那如果你要更多 高用量的 就有所谓Bolt-on的plan 这些是Bolt-on的packs Data packs 那你可以选择 subscribe 那就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100元 1G 或者200元买3G 那这就是加上去的 例如你说 100元的 即是4900 那你就会有3G 如果是398 加上去200 就是598 你就一共有5G OK 那如果拿着电话 是很少很少人 有去到5G 所以我都说了 85%的人 是用过少过2G 那当然有一分钟 那些没改 大家知道 在这里 Simony月费计划 一样同一个制式 那就是 不过这个 不包过手机的意思 不用拍摄 我都说派了 先说派了 一样同一个 你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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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用者致富的模式对所有客户是最公平的 最重要的是大部份的客户不需要补贴高用量的客户 先通之后购买的模式让客户完全控制 他的使用量 杜绝了超预算的洗费 即是再没有bill shock 这件事 没有可能有的 高用量客户可以选择更加超值的保安附加的数据组合 由2月13日开始 按量收费的计划会代替了无限税的计划 现有客户及2月13日前签约的客户 可以继续享有 现有旧的合约条款 很清晰很简单 理念是什么 影响到哪里 或者我们这些同事可以派一派一些